我以为洗十字会很轻松 哪知道我连一袋十字搬起来都觉得费劲 但是他们一天得搬好几袋 直转他一天得搬一两百箱 我搬一箱都使出了全身的劲 对了他还教会我和保丽达逼 一股甜甜的酒味 据说是增强体力的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呀 没有看错 这部影片我来讲讲我在这个地方 体验打工生活的故事 这位大姐就是我的第一位导师 一走来他就开始给我讲解今天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对工地的了解还一无所知 只知道很危险 对然后如果上面要掉东西 我们尽量的就是 一圆一圆 对对对 我以为洗十字会很轻松 哪知道我连一袋十字搬起来都觉得费劲 但是他们一天得搬好几袋 搅拌水泥 看着就跟搅拌蛋清一样简单 哪知道机器重的差点把我推倒 放松 哦哦我掌握到了 哦 我以为推车子会很好玩 哪知道我推的东倒西歪 大姐推的剑步如飞 磁砖他一天得搬一两百箱 我搬一箱都使出了全身的劲儿 这个最轻的 来搬上车子 那刚刚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挺重的 你每天要搬多少呀 哦可能要一两百箱哦 哦那很辛苦哦 我以为很轻的红砖 一趟也是一百多块的重量 应该是这个红砖 哦这个应该是更轻的 可是这个一次肯定要运很多是不是 一百块 这些都是大姐平时的工作 看着简单 但确实不容易 我想说这份不容易不仅是体力上的 还来自于一份责任心 我们一栋房子都是要住几十年 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重新再给他翻盖 整修什么之类的 又会花很多钱 你要花一杯几钱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要保护他 嗯 这是一份一份责任在这里 对了 他还教会我喝保利达兵 一股甜甜的酒玩 据说是增强体力的 可是我喝了后 我刚刚喝了这个保利达兵 我发现我两边脸下是红的 第二份工作体验的是这家 卖澎湖特产的小店铺 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炒料 上货 和为顾客打包货品 我心里想着 这应该比建筑工地轻松多了吧 不累 不使劲 吹着冷气 等着库克上门就好了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现在啊 像现在今天宅配的货都出去了 所以就等客人 那每一客人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已经包装货包装完了 所以现在就会比较咸一点点 现在就是等客人就好了 但和老板交谈后 我知道了老鼠斑 是很名贵的石斑鱼品种 看这个就是澎湖的老鼠斑 这个这种鱼种在香港非常有名 真的啊 对 我们家之前吃的是不是这道 不是这个呀 海胆的捕捞季节是在七八月 所以它只有7月1号开始到8月30号可以去补货 只允许在这一个月 对对这两个月 7月1号到8月30 那我前段时间我在澎湖有吃到一个 那都是冷冻的 那都是之前去年的就人家弄起来 然后我好就是储存方式就比较特别一点 它可能真空放起来 所以它可以储存 干贝酱是由出海打鱼的船工发明的 陆地上就是在家里要出门之前就是 炒一些加蜡的东西 因为在海上总是吃一点蜡 也比较不会那么冷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酱类的东西出来 原来干这一行 不仅需要对这些基础的尝试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一颗做好工作的心 在体验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老板经营这家店铺有十几年了 每一罐干贝酱都是老板精心选料 并坚持自己炒料的 看到为买了饮料不方便骑摩托车的顾客 套上饮料袋 对宅配的货品小心翼翼的包装 保证顾客拿到手上都是完好无缺的 这些细节看似不经意 但严格来说都是对工作的负责 也是对生活认真的态度 然后再贴这个棒这个纸上去就好了 再请宅配来收 这样吗? 对 要不要切一个防水 这个没有玻璃物就不用 每天宅配都会来收 这个明天就会来收走了 大概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这样 就是有客人订我们就搬到宅配 这样子 有的是来门市买一买自己提走 对对对 第三份工作体验 我以为我是来享受的 没想到一来就被安排进了工厂里面搬豆子 没错 我来到了咖啡烘焙厂 这有多重 那边不重啊那边10公斤吧 原来豆子的生活条件可以这么好 会有空调就是温度跟湿度的控制 那基本上我们的豆子是吹18度C的一个温度 你一直常年这样保持18度吗? 对对对对 那咖啡其实比人生活环境要好很多 是真的因为我在家我都吹天风扇 那豆子啊 原来我一直以获得云南咖啡豆 在这里得到了答案 那豆子现在从火 超火 真的啊? 是 它那个豆子怎么样拿出来 呃 云南的咖啡这种东西 有一部分讲求文化 对那因为云南的咖啡 它的咖啡历史比较短 所以它少了这种风味上面的文化 对所以当然是跟比较早期的一所比较 来比较的话会有所落差 可是云南它本身有茶叶 所以它利用它在茶叶这一方面的种植的一个经验 靠在咖啡上面 所以他们云南咖啡成长得很快 对所以像那个星巴克 它就去云南包它的一个产品 是契作这样子 对那当有资金的一个投入 它的发展又很快 所以云南咖啡也现阶段 还有待努力 可是它是未来发展的一个 一个明日之心 原来咖啡店的老板 不是不苟言笑的 比较不好 然后在风味上会有瑕疵风味出现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挑出来 那是我们自己一颗一颗的挑吗 是 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挑 所以挑这一锅的话 差不多要挑一天 所以我们就用睡觉了 原来咖啡也是可以当月老的 有一个客人 他就很喜欢喝 对 然后后来的话 我们就结婚了 哦 哈哈哈哈 所以就不知道他是喜欢喝咖啡 还是喜欢我 我老婆是就是咖啡店认识的 我开了咖啡店认识的 原来我的拉花 也可以展现出如此有个性的美感 然后就拖一下 然后就拖一下 就拖一下 就拖一下 拖一下 拖一下吧 哦 没有拖一下 对 好了吗 好了吗 好紧张 哈哈 哈哈 好好好 没关系 赶紧一出来就好 对对对 哈哈哈哈 有一片小叶子看到了吗 哈哈 哈哈 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琐碎且平凡的 认真工作就是认真对待生活的态度 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 尊重自己和他人 释放处理的热情和热爱 就能收获到快乐和满足 拜拜 拜拜